关于《镜中镜》这首歌里 一些不同的朋友在网络上对这首歌的分享 或者点评 而小弟的那篇是在这里的 我这篇是不可以outflow的 谢谢 嗨 大家好 很少可爱力会坐在这里 开着镜子在镜头面前和大家搞开箱 但是这一份的小心意 我是真的很想拿来和大家分享 我在早一次的live里面 大家可以看回那次live的影片 也有讲到一些不同的新式的应援文化 去引导香港乐坛走向一个新的面貌 当中也有讲到镜粉门的应援文化 真的很厉害 甚至是让一首歌可以立体地存在 怎么会立体地存在呢 可能以前的年代歌手走最前 大家永远知道这首歌就是那个歌手 完 但对于幕后的一些创作人 甚至可能是producer是谁 这首歌的概念是怎样移来的 统统都未必知道得很清楚 但这次还有一整份礼物 是因为先前我在自己的频道当中 和大家开箱了镜中镜这首歌的歌词 所以他们就做了个小心意 多谢 我收到的时候第一时间觉得很漂亮 有一个礼盒的包装 然后上面写得很清楚是鼻小弟的 然后今天和大家开箱打开看一下 好精美的整件事 我先是收到一封叫做一个答謝信 Dia艾力小书再有姜濤第九首 个人单曲镜中镜的制作点滴和歌曲评论 仅选给制作团队和曾经赞写的各位前辈和推介者 希望你们会喜欢 艺术品般的狗胎 除了赋予我们思考的空间 亦都扩阔了流行曲乐迷的视野和认知 足缘镜中镜的生命 能够持续增加广受欣赏 始终是一个叫做他们私人的心意 事先是问过了送这份礼物给我的姜濤们 他们说好啊 希望能够透过这条片 可以将镜中镜里面的意思得以再延续开去 好了有你们的批评我便可以放心去开箱这本的姓纸 这本书里面其实一点都不薄的 可以给大家看看 不薄的 第一版开始你会看到先有QR Code 给大家看的MV 如果你不知道镜中镜是什么歌 看完这本书之后不要说你知道 你可能是比姜濤 其实你会由最初姜濤为什么会想孕育这首歌 他有什么预告 狗胎太渣了 由开始去孕育这首歌的story 甚至一些post都已经是全部 在这里看到了 你看看 好QQ的肥仔样子都还在 歌词里面也有提到他很怀念以前的样子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post 甚至乎当这首歌出生的时候 要多谢一些不同的创作单位 都在今次这本书里面 是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 MIRROR的兄弟 甚至乎一些不同的创作人 他们当时出这首歌的story 甚至乎今次的作曲人 姜濤的音乐上很好合作伙伴 Gareth Tong 他都会有一个很详细的分享 你会看到在这本书里面 是记录在这里的 当然如果字质太少 他们都很好 把所有字都打出来 让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然后也有说到 就是今次这首歌曲 看到有汤定山 汤定山和小黑 他们对这首歌的一些感受的记录 我相信这份禮物 一定是他们两位同时收到的 接着进入到这本书 它里面提到一个chapter 叫思考的空间 究竟我们怎样去解读这首歌 原文的出处就是来自 Eva Candy 亦都是今次传这份小心意给我的朋友 也都多谢他Approve 我可以将这本书和大家分享 去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镜中镜的这首歌 姜濤是名句 用作品说话 那如何用作品说话呢 我试图背可以有什么解读呢 大家都可以慢慢细微当中的文字 关于镜中镜这首歌里面 一些不同的朋友 他们在网络上对这首歌的分享 或者点评 例如有些是音乐监响 有些是歌词的导读 你是不是真的听得懂这首歌 而小弟的那篇是在这里 我这篇是不可以outflow的 谢谢 除了今次这本书的作者Eva 他会有自己的点评之外 也会截录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IG和Facebook的comment 里面也会记录到很多不同人 你会看到不同人有些出处 在里面当中对这首歌的点评 而到最后也会看到整首歌的过程 甚至演出这首歌片段当中 一些不同的片段的相片 甚至是后台的相片 我想都是来自IG和Facebook 总之是为这首歌 做了完完全全的小记录 一份非常精美的礼物 多谢姜濤们 其实这首歌曲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空间 你想想这首歌是讲姜濤的心理状态 一个人的心是可以有多复杂才可以 如果你真的拥有这本书 而你真的认真地去看了这本书 简单两个字 幸福 你是会有一个很满满的资讯 在你的脑里面 原来《镜中镜》这首歌 它一块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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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 是承载着这么多的故事和讯息在这里 今天跟大家做了个小小的分享 也都其实真的知道很多的恶迷们 是很有心为他们自己的偶像 去做很多的应援产品 就是为了希望他们偶像的作品 他们的心意能够传到更广更远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心延续住 因为这个心是真的能够 让到一首流行曲 背后的故事 是deliver得更加好的 真的靠大家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条片 可以在下面给个like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或者你是姜糖 或者你有份去设计这本书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更加多 希望未来日子可以得到更多朋友 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让到广东哥 除了在你的手机APP 除了在电台电视台 听到背后 可以知道更多它里面的故事 我们下条片再见 Bye